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是一位网友的留言 有关他自己的朋友医这个耳鸣的经过 因为我曾经介绍过一个耳鸣耳聋的等校偏方 实例4剂就传遇了 这位网友叫Daniel 他留言告诉我他自己朋友的个案 他说他有一位朋友有耳鸣很久了 现在是51岁 但是是外国人 一间公司的老板 他有耳鸣三年多 同时他失眠 他中医西医都在很多位置 但是实际上效果是不好的 朋友看到这个视频 就介绍给他自己的朋友 他是在欧洲 那里没有烏鸡买的 他就用了走地鸡来代替烏鸡 做这个特效的偏方 他说真的很好喝 但是因为这个方是要把 酒羊和鸡 在一天之内分两次 早晚吃完 但是他就说 这样吃太多 不可以吃太多 所以他就分开两天吃 这个方是应该隔天吃一中 四剂就可以了 那朋友就说 他现在分开一只鸡 两天吃完 一个星期就吃了两剂 四剂 即是吃了四只鸡 他说吃了两个星期之后 他到现在整个星期 他留言给我的时候 这段时间都从来没有再有意名过 他说开心得不得了 比重奖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同时说 这个时间的睡眠是非常之好 但是喝这个方之前 他经常失眠 所以他说 会继续去吃 朋友就提议他 你一个星期吃一次 所以就分享这个个案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情况 不妨试下 但是这个以名偏方 有几个偏方 这个是已故的江一卫大夫在香港 报章上登出来 同时他介绍一位神父耳聋 吃完完全不需要坐听器 都可以听得到 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同 真的有人说 我吃了几剂都完全无效 不过现在我在这里 将那个偏方内容再跟大家略看 这个视频的网址 也会在现时这个视频简介下面 你按进去也可以听得清楚一点 这个材料是需要一只烏鸡 大约600克 而糯米酒样是要8两 即是大约240克 那糯米酒样在中式的超市就有 中国的地方这样很普遍 而外国的在欧洲他也能卖得到 那就是说 你去中式超市应该没问题 可以找到的了 其实这个的制法就是 要把烏鸡洗干净 去掉内藏 开了胸腹 那里就是放了糯米酒粥 然后用牙签固定 这个鸡胸位 就让它的酒粥不流出来 放在炖中里面 旁边加两条葱白 加滚水 三至四碗 看下你的鸡大小而定 用砂纸封好炖中口 加了盖 就炖三至四个小时 一停火就立即要开炖中盖 不可以再烤 因为这样的热力 会把鸡里面的油更加逼出来 他的食法就是 要喝汤 鸡肉和酒粥 两次一天内吃完 即是早晚各吃一次 要隔天吃一中 他说普通症状 两中之后 你就会明显改善 三中就传育 但如果你的体质比较虚 那就要多吃一至两中 所以这个方 有人吃过十分有效 但真的有些朋友 并不禁理想 所以你自己决定是否试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多谢你们的收听